学佛让我放下我职 那么给人欢喜 然后从给人欢喜中我发现 其实得到最多的是我自己 我是北京大学 我是候选人 周美芬 我学佛 星云大师有这么一句话 不断地提醒我勉励我 他说做就对了 当你遇到不擅长的事情 你害怕的事情 敢敢地做就对了 因为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让我们找到应对的方法 更是如果那些不合理的 委屈的事情呢 一样是做就对了 加上佛们也告诉我们说 要记得忍辱 因为只要你撑过这一关呢 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好的 我是李强 是一名主持人 演员 歌手 广告配音员 也是佛佑Procast的负责人之一 我学佛 佛教对我来讲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信仰而已 它已经是成为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佛法会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期待 很多时候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是很好 很多时候他只需要 一句佛陀 当之一些信仰 然后来对照着我们 当下的面对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拒绝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有一个参考点 当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不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前进 所以佛法队来说 它是我生活中 生命中 所有问题挑战最好的一个指引 或者是一个决定的方程式 我是表队友来自马来自马来西亚 复杂前总会 我学佛 For your podcast For your podcast For your podcast 这里有法音信流 Just for you 感谢观看